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外界信息的编码 存储和提取的过程 这个就叫做记忆 那么我们说在记忆的主要的分类 它有很多种分类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组分类 根据记忆的内容和经验的对象来划分 我们主要可以分为四种 形象记忆 情绪记忆 逻辑记忆和动作记忆 那么形象记忆它主要指的是 对事物的感知觉的在线 也就是说往往是以感知觉的形式 以表象的形式出现的都叫做形象记忆 那么第二个情绪记忆 情绪记忆往往是对某一个情境下的一种情绪状态的记忆 比如说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 当时那种心强的记忆 那这种就叫情绪记忆 逻辑记忆往往是对一个公式原理和定理的记忆 所以说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些知识的记忆 基本上是以逻辑记忆为主的 那么最后一个动作记忆 是我掌握了某种动作技能 而获得了某种动作经验的记忆 所以这四个相对来说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而我们在考试中 比较容易在体贯中出现的是前两个 一个是形象记忆 一个是情绪记忆 那么在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里边 有些情况可能会出现比较混 容易混淆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之前出过这样一个题 说余烟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你反应什么记忆 有些同学就认为是形象记忆 有些同学认为是情绪记忆 那么实际的答案应该是形象记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部分题的时候 我们要有个原则 就是我们不能过度推论 我们只能根据提干给定的信息 进行直接判断 而不能进行生活中常识的结合 再去判断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你不能把它理解为 余烟绕梁三日 我就很高兴 我就很开心 所以它是情绪记忆 这种想法是错的 你只能说它是一种事物的形象 是感知觉 是以表象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说它是形象记忆 那么下面这一个分类是重点 那么根据记忆内容的保持时间长短 我们可以分为顺时短时和常识记忆 那么我们在顺时记忆 一般来说它是在一秒以内的 而短时记忆往往是一分钟以内 长时记忆一般来说 我们表现为是一分钟以上的 时间较长的记忆 这个叫长时记忆 那么除了这个时间上看 我们在容量上也会有一个特点 短时记忆的容量是最少的 它是7加减2个模块 也就是说并不简单是7加减2个数 也可以是7加减2个组块 比如说我们那个数呈现了一定特定的规律的话 那你的记忆的容量就会加大 只要说它进入了相应的模块和组块 我们还是以这个模块和组块为单元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容量较大的 是这个顺时记忆 一般视觉的顺时记忆 它的容量能达到9到20个比特 而长时记忆它的容量是无限大的 长时记忆没有这个容量的限制 所以这一组分类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需要大家去掌握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时间上 顺时短时长时 一秒一分钟和一分钟以上 那么图尔文把长时记忆分了两类 那么长时记忆又可以分为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那么情景记忆实际上还叫事件记忆 以特定的事件为基础 与相关的具体的事件的来龙去脉 为关联的这种就叫情景记忆 所以说往往情景记忆 它是体现了一种事件记忆 而语义记忆是非特定事件相关联的 也就是说它跟具体的事没有什么关系 这种叫做语义记忆 然后再往下看第四组分类 我们看一下陈述性 根据信息加工和存储内容的不同 我们可以分为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我们简单说陈述性记忆就是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而程序性记忆就是做什么和怎么做 陈述性记忆总体来说是动态的 是事实性的信息 而程序性记忆相对来说 它是动态 陈述性是静态 程序性是动态 那么程序性这种动态 是整个心理操作的过程的一种记忆 所以我们在整个记忆分类 一共是分了这么四个大的类 所以这是需要大家去把它去认真的去掌握的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部分考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记忆的过程 其实记忆的过程主要是包含三个大的过程 我们之前说过叫编码存储提取 也可以说叫实际保持在线 我们这里边说叫实际 保持 回忆和在任 有三个过程 其实就是前中后 接手信息的过程叫实际 保存信息的过程叫保持 提取和应用信息的过程 这个属于什么 属于是回忆和在任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首先我们从第一个环节 实际 实际是整个记忆的开端环节 也就是把它记进去 那么这个部分 根据有无目的性 就是你实际是不是有目的 可以分为无意实际和有意实际 那么这个无意实际和有意实际 它其实和无意主义 有意主义的概念很像 没有预定目的 不需要一直努力的实际 就叫做无意实际 有预定目的 需要一直努力的记忆 就叫做有意实际 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们走在大马路上 随便看到一个车牌子 然后我就把这块记住了 那这个叫什么 叫无意实际 就是完全不需要一直努力 你自发的就记住的东西 但如果说你去努力去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书上的题 对吧 我们书上的知识点 你认真去看 努力去记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有意实际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着根据实际的方法 我们又可以分为什么呢 机械记忆和意义记忆 其实我们在说机械记忆和意义记忆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你到底有没有理解这个材料的含义 如果你理解了材料的含义 和已有的知识相关联 再去记忆的就叫意义记忆 如果你完全没有理解 就是纯粹的死记应被的 这个就叫什么 就叫做机械记忆 所以机械记忆和意义记忆的根本观点 就在于它是否产生了理解 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宝石 那么在整个这个宝石阶段 就是整个信息在人脑中的巩固过程 而这个巩固过程是记忆的第二个阶段 那么我们这里边 其实在研究宝石的时候 几乎我们在如何宝石 宝石都是有哪些机理 这个基本属于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范畴 我们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实际上是研究宝石的变化量 和宝石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 而这种宝石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 其实本质上就是遗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遗忘的概念 遗忘指的是实际过的东西 不能回忆或再认 或回忆或再认发生错误 这个就叫做遗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遗忘的原因 那么遗忘原因 这里实际上都是几个理论 然后每个原因 其实我们列出来 实际上是对于遗忘的一种理论阐述 那我们主流的现在影响比较大的 主要是有这么五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个叫做记忆痕迹衰退数 也叫做自动消退理论 那么它的代表人物是巴普洛夫 那么巴普洛夫通过条件反射理论的实验 他还发现了一个事 就是这个狗 他长期用肉和铃铛相结合 就每次吃肉的时候都听见铃铛声 每次吃肉都听见铃铛声 最后听见铃铛就会流口水 这个叫条件反射 那么在条件反射建立一段时间以后 他还是每次都出示这个铃声 但出示铃声之后 就不再给这个狗呈现那个肉 就发现几次之后 这个狗就不再流口水了 这个就叫做消退 所以其实我们在用到 遗忘的理论遗忘学书里边 其实消退数就是你不去给它强化 它最终就忘了 如果我们通俗一点说 就是你不复习就忘 学完了这个知识之后 你不再去复习了 它自然也就会慢慢的被忘掉了 这是我们说的消退理论 第二个叫干扰意识数 那么我们在干扰意识数 代表人物主要是詹金斯和达伦巴西 那么这两个人 他做了相关的研究 然后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整个一段材料中 往往说它材料出现的顺序 会对其他的材料产生相互的影响 那么这个就是干扰意识数的本质 所以说他认为 遗忘的本质并不是由于这种消退造成的 而是由于先后的长线顺序而造成了相互干扰 所以最典型的 我们可以说一个两个现象叫什么呢 一个叫前摄意识 一个叫倒摄意识 前摄意识指的是前面对后面的 记忆内容的干扰 而倒摄意识指的是后面的内容对前面内容的干扰 这个是所谓的我们所说的前摄意识 还有倒摄意识 这两个方面 那么我们在说前摄意识和倒摄意识的时候 很好理解就是前面干扰后面叫前摄 后面干扰前面叫倒摄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早晚学习效果比较好 而中间学习效果相对来说会比较差 这个就是所谓的系列位置效应 就是由于前摄意识和倒摄意识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早上学习的时候 只受倒摄意识它不受前摄意识 而晚上只受前摄意识而不受倒摄意识 所以早上和晚上它都属于是单一意识 而中午它既要受前摄意识又要受倒摄意识 所以中午相对来说它的学习效果相对要差一些 而早上和晚上效果相对就要好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说前摄意识和倒摄意识 也就是干扰意识说的核心的知识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同化理论 那么同化理论它的代表人物是奥苏贝尔 那么奥苏贝尔认为在记忆的过程中 由于高级概念取代了低级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会发生一种叫做认知简化 那么在认知简化的时候 就会导致你新学的知识 它把原有的知识 原有的低级的知识给你冲掉了 也就是说我学习了新的高级的概念 会把原有的具体的一些小的细节和小的例子给你忘掉 那么本质上这种遗忘是一种积极的遗忘 是一种好的遗忘 所以叫做同化说 那么我们在同化说记住两个核心词 一个叫认知简化 一个叫积极的遗忘 那么第四个学说 我们这里边主要涉及的是弗洛伊德的压抑所 或者叫做动机所 那么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他认为这个人当遇到一些情绪上难以把持的 或者说对你的身心造成伤害或威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倾向于把一些事情给的压抑到潜意识去 当我们把一些记忆给的压抑到潜意识中去 我们这个部分记忆就难以被我们回忆起来了 但是如果说这部分压抑 如果是压抑的力量消除了之后 这部分记忆还会恢复出来 那这个就叫做压抑所 那么也叫做什么 也叫做动机所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压抑所和动机所 它往往是跟一个比较消极的 强烈的消极情绪关联的 比如说一名妇女在一个大桥上 见到了一场惨烈的车祸 那么由于极度的恐惧 那他这个事情的过程就想起来了 那我们就要用的是压抑所 那么最后一个叫做提取失败所 提取失败所主要代表人物是图尔文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存储在常识记忆中的信息 是永远不会丢失的 就好像一个大的图书馆一样 我把书放进去了 它不可能没有了 只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锁眼号 也就是说你没有相应的提取线索 导致你那个知识提取不出来了 所以叫提取失败所 一旦你找到了线索 你就能够再把那个知识提取出来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提取失败所 经常用的这个例子就叫什么呢 叫舌尖效应 什么叫舌尖效应呢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事 就是我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就是经常我们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走在大马路上 看到了一个以前的同学 或者以前的一个朋友 那我想了很长时间之后 都发现很难把这个事情去想起来 但是只要这个人一走之后 我马上就又想起来了 那这个实际上由于你在当时那个情境下 你呢出现了这种 出现了这种线索的 无法搜索到 那么一旦当你没有线索的时候 你就很难提取出来 那么等你到有了线索之后 你会发现就又能够把它提取出来了 所以这个叫舌尖效应 是提取失败说的一个典型例子 那么以上这五个方面 是我们说遗忘的主要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遗忘的基本规律 那么在遗忘规律里面 首先大家要了解到一个 19世纪末德国的心理学家叫艾宾浩斯 那么他最早通过实验 证明了或者说是提出的这种遗忘曲线 也就是说艾宾浩斯是最早 对遗忘进行研究的人 那么这个遗忘曲线 我们书上有图 老师大家在这里 就不给大家呈现了 那么遗忘曲线出现了什么特点呢 总体上来说 就是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 而在学习结束之后 遗忘是立即就开始了 整体进程是不均匀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三句话给它记下来 学习结束 遗忘立即开始 遗忘进程不均匀 先快后慢 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叫啥呢 叫先多后少 也可以 也可以说是先多后少 那么这几个都会成为单向选择题中的一个选项 往往这一点呢 是比较容易在单向选择题中出现 也就是说 刚刚学习之后 你马上就开始忘 而前期的时候呢 你忘记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那么越往后 相对来说 你忘的就开始越慢了 就越不太容易忘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第三个过程 前面我们说了实际 保持 那么该说回忆和在任了 那么回忆和在任呢 实际是整个记忆的一种提取过程 那么 这两个形式呢 它有一定的差别 回忆指的是事物不在眼前 能够在头脑中把它浮现出来 这个叫回忆 而在任呢 是经历过的事物再度出现的时候啊 你能够给它识别出来 这个叫在任 所以其实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回忆就比较像是做论述题 而在任呢 就比较像做选择题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做多选题的时候 那么同样是一道多选题啊 我们里边有几个选项 让你把它选出来 那这种情况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在任 但如果是让你去做简单题的时候 那凭空让你去把这个知识点给它想出来 那这种就叫啥 这种就叫做回忆了 所以不管是回忆还是在任 它都是记忆提取的基本的形式 那么下面我们说良好记忆的品质 也就是说 记忆我们有哪些品质 或者说有哪些指标来衡量这个人的记忆的好坏 那么主要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叫做敏捷性 其实敏捷性啊 就指着这个人呢 他记得很快 就是学一个东西很快就能够被记住 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成语叫过目成纵 就是你看一眼就能把它记住 那么第二个持久性 持久性啊 它往往强调的是 你的记忆保持的时间非常长 我看了这一部分材料 我记了这部分材料之后 我就能够把它给它记住了 然后我就不忘了 这个就叫做持久性 那么第三个是准确性 准确性呢 就是往往说你的记忆是不出错的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倒背如流 对吧 那倒背如流本质上强调的就是你的精准和不错 那么最后一个准备性 准备性往往是指的是你提取的效率是否更好 也就是说当你在进行记忆的时候 你存储在头脑中的知识点 需要你运用的时候 你能够把它很快的提取出来 那这个就叫做准备性 所以我们一般说出口成长是典型的准备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点 就是利用记忆的规律来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 其实我们这个点呢 在之前的简答题里边考过了 我们只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第一个 我们要明确目的 明确目的提高记忆的 或者是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理解材料意义 少用机械记忆 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 或者说是高年级的学生来说 那他的意义相对来说是比机械记忆要更稳定 第三个 我们对材料进行什么呢 要精细加工深度理解 也就是说你理解的程度越深 你的记忆是越稳定的 第四个 我们用组块化策略 组块化策略指的就是 我们人的记忆是七加减二个单元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知识 或者说我们要学的内容进行打包 形成这个单元之后 削减了单元的总数 他的记忆就会变得更稳定 然后第五个 要使用多重编码 也就是说多重编码方式 提高信息加工质量 也就是说我们用多种方法来对信息进行加工 最后一个 为了我们要注意防止遗忘 防止知识的遗忘 采用更多的复习的方法 色证复习 所以我们也有一种说法 防止遗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什么呢 就是复习 那么我们看 防止遗忘的方法 这个本身也是作为这个单向 作为这个简答题来出现的 那么第一个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及时复习 爱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呢 给我们的这个启示也是要及时复习 因为前期忘得快 后期忘得慢 所以当你学完之后 你要赶快复习 那么第二个要合理分配时间 合理分配时间的时候啊 我们不一定把所有的学习呢 都放在这个集中在一段时间 也可以分散 也可以怎么办呢 也可以说根据你的最佳效率 比如说有的人就习惯白天学习 有的人就习惯晚上学习 那么第三个要做到分散和集中相结合 我们在说分散集中相结合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呢 分散学习效果好 有的人呢集中复习效果好 而我们一般来说呢 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相对来说分散复习的效果 是比集中复习效果要更好一点 这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干扰意志书 你把知识整个学习过程 拆成小的部分之后 它的手言效应和禁言效应 这种叠加就会减弱 但如果你时间非常长 这种手言和禁言效应的叠加就会很大 那么第四个反复阅读和尝试回忆 第五个复习方式的多样化 就是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复习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多感官参与 那么多感官参与呢 能够有效地帮助你进行复习 比如说手言 这个还有什么口并用 对吧 比如说我们背单词的时候 一边看一边写一边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么所以说这个记忆这个部分 提高记忆的方法 防止遗忘的方法 这个往往是以简答题的形式来存在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思维 思维呢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思维 思维是借助语言表象动作来实现的 对客观事物的间接的概括的反应 其实我们这里看 思维的反应这里边有两个核心关键词 就是一个是间接的 一个是概括的 那么也就引出思维的基本特性 一个叫做间接性 一个叫做概括性 那么我们在说思维基本特性的时候 这什么叫做间接性 什么叫做概括性呢 其实间接性它本质上 就是说你没有能够把握到的 或者说你没有能够实际看到的东西 那我通过思维的形式获得相应的知识 这个就叫间接性 而概括性呢 是通过我掌握的事物的现象 而归纳和总结出它相应的原理 比如说 我们说通过这个宇航员登月 我们能推测出如何在火星上主录 如何去登陆火星 那这种啊 从一件事情去推测另一件事情 那本质上就是间接性 也就是说去火星这个事 我们没办法探测 但是我们怎么办呢 我根据已知的登月的这个技能 去推测这个登陆火星 这个就叫间接性 还有比如说 我今天早上起来 看见院子的地时了 我就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了 我只能看到地时了 但是我就能推测出 昨天晚上是下雨了 这个都叫间接性 那么概括性呢 它指的是我们 根据一些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事物或现象 然后去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原理来 比如说我们看到铁能导电 铝能导电 铜能导电 最后我归纳出金属能导电 那么这个就叫做概括性 所以说我们从这点可以看出来 间接性一般来说是这种推断性的 而概括性呢 往往是这种归纳和总结性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思维的基本分类 那么从思维类型上看呢 其实它跟记忆的类型很相似 就是也是从不同的标准呢 可有多种分类 那么在思维的类型上 我们也主要是有这么四种分类方式 首先第一个 根据思维的凭借物 我们可以分为直观动作思维 具体形象思维 还有抽象逻辑思维 那么这个直观动作思维啊 它指的是我们在思维的过程中 要借助动作来完成的 比如说小孩算算术会掰手指头 对吧 你看小孩最开始算算术的时候 他借助手指啊 或者是借助一些扭扣啊来进行 就是说他有实物 或者说实际的动作来辅助你的思维 这个阶段叫直观动作思维 那当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啊 我们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借助事物的表象和形象来进行的思维 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家 在构思艺术人物和创造艺术形象的时候 所进行的这种思维 就叫做具体形象思维 也就是说艺术家 他在加工的时候啊 主要是加工的图像 声音啊 还有影像这类的活动 那么这些往往都是借助一些感知啊 表象来进行的 所以他叫做具体形象思维 那么科学家在研究科学定理 搞科学发明的时候 那他借助的往往是一些概念 规律和定理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叫做抽象逻辑思维 所以说我们从这三大思维上可以看出来啊 这三大思维呢 对应出三个大的领域 也就是往往说 我们看直观动作思维呢 它可能跟儿童的活动 跟幼儿的活动 关联性会比较大 第二个具体形象思维呢 它往往是跟这个艺术领域啊 关联相对比较大 而且它必须要借助表象 直观动作思维呢 是以实际动作为之处 必须借助于动作 而具体形象思维呢 是借助于表象 以表象为之处 必须借助于事物的具体形象 而抽象逻辑思维 它以概念为之处 往往借助的是概念 公式和定理来进行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 我们根据思维的逻辑性 我们又可以分为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 那么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啊 我们这里边主要侧重于什么呢 就是你的思维啊 相对来说是不是分步骤 是不是逐步推理的 如果你的思维呢 是逐步推理 逐步分步骤了呢 相对来说 它就会比较慢 而且啊 可能会更准确 这个叫分析思维 而如果你的思维啊 是一下子得出结论 没有去明确的分步骤 可能你的思维呢 会很快 但是你的思维很快的同时呢 它的精准度就会下降 所以就是所谓的直觉思维 所以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 遇到这样一种事 就是我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莫名其妙地觉得 这个人很讨厌 我很不喜欢他 对吧 那么没有任何理由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直觉思维 那么当你经过一段时间了解 然后认真的去跟他相处 你发现其实这个人蛮不错的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这种分析思维了 有理性推导的 所以我们这地方主要记住什么呢 直觉思维快但是不准 而分析思维呢 慢但是比较准 那么第三个 根据思维的指向性 根据思维的指向性 我们可以分为是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 那么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啊 我们可以简单这么理解 聚合思维呢 就是找到最佳答案和唯一答案 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而发散思维呢 往往强调议题多解 我通过这个多种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就叫做发散思维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 我们说根据思维的创新程度 我们可以分为常规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那么常规思维啊 就是我按照已有的现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而创造性思维呢 是根据我们说新颖的独特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或者说我们运用新颖独特的方法 然后呢 产生了这种什么 有社会价值或者是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这种思维 就叫做创造性思维 在这种思维 这种思维 数字